接下来我们学习Session C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营运资本的管理 大纲的内容我们在第一堂课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所以我们具体来看一看这一章我们要学习哪些知识点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学习 Nature of Working Capital 什么是营运资本 这里我们给了大家一个公式 什么是营运资本呢 Networking Capital 等于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具体都有哪一些流动资产和哪一些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常见的我们是可以从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找到的 我们有现金 我们有存货 存货有原材料 有我们的半成品 有我们的产成品 还有我们的应收账款和我们的有价证券 这一些构成了我们的流动资产 所以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仔细去看题目当中有没有这些 相应的信息好再来看一下都有哪些流动负债 典型的应付账款 应付税款 应付鼓励 短期贷款 以及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了 虽然他写的是long term long term loans 长期贷款 注意了 长期贷款里面一年之内到期的部分 他也属于我们的流动负债 最后是我们的应付租金 lease rentals due within one year 一年之内到期的应付租金 这些构成了我们的流动负债 第二个我们来学习objectives of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营运资本 营运资本管理的目标 首先第一个要确保企业有充分的流动资金 来持续经营 to continue in business 所以我们要确保它的一个流动性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确保企业的盈利性 所以是liquidity and profitability 这是我们营运资本管理的两大目标 我们要兼具 好来看一下 每一个企业他都要有一个充分流动的资金 来确保什么呢 day to day的 确保day to day cash flow是充分的 比如说要给员工支付工资 比如说你要向供应商支付货款 这都要求我们有充分的资金到位 好再看下一个 a profitable business may fail 一个盈利的公司 他可能会走向失败 为什么呢 if it experienced severe liquidity problems 如果他遭遇了严重的流动性问题 会导致他走向失败 那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 如果他存货备的太少了 大家想一想 存货备的太少了 当你的客户需求猛增暴增 出现一个peak peak指就是这个山顶 出现这种暴增的情况 你没有办法应付你的客户的这个需求 从而会导致lost sales 你的丢掉你的这个客户 好再来一个 如果说你的应收账款太低了 too low accounts receivable 意味着什么 你的信用政策是收紧的 你给你的奢销客户的应收账款天数是较短的 给他们的奢销的金额是较低的 大家想一想如果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 你的竞争对手给了你的客户更高的设销金额和更长的设销天数 那么很显然你就处于下风了 你的客户会转而投向你的竞争对手 从而又导致你lost sales lost customers 那么我们用这两个例子给大家讲了一下 如果说企业在流动资产这一块准备的不充分 甚至说太少那么会使得企业面临这样一个严重的流动性问题 将企业拖垮 好再来看下一个 objectives of liquidity and profitability 我们前面讲了营运资本管理 它的两大目标就是流动性和盈利性 但是这两大目标之间常常也会发生冲突 我们来看一下 好首先我们从风险的角度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企业营运资本较低 low level会导致出现现金流的问题 从而最终走向破产 刚才我们讲了low inventory和low accounts receivable 比如说这里当你的流动资产现金准备的过少 你的负债到期了 你无力偿还 比如说你无力偿还银行的短期贷款 银行可能会申请将你清算 比如说你到期了 没有办法向你的员工支付工资 你和企业和员工的这个关系会进一步的恶化 所以这一些都会导致企业的ultimate liquidation 最终破产 那么 那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我们要尽可能降低这种破产的风险 那怎么降低呢 我们将我们的营运资本维持在一个将对较高的水平 high enough 降低这种破产风险 因为低了会导致破产 好 再来看回报 我们从回报的角度来看一看 先来看一下流动资产 能不能带来回报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你的现金放在手里面 基本上是不产生回报的 所以是new or low return 它能够带来的回报比较少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考量 每一块钱投资于我们的流动资产 就意味着你有一个机会成本 什么机会成本 如果这一块钱不被你的流动资产占用的话 它是可以用来去投资产生回报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考量流动资产 它是new or low return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 比如说我们的short term borrowing 它的成本总体来说是低于long term borrowing的 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考量 我们应该更多的用我们的short term borrowing 因为成本更低 如果成本低 我们带来的回报就更高一些 所以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是maximize return on liability 尽可能的使我们的短期负债增加 所以从回报的角度来说 企业是希望回报能够最大化的 如何让它最大化 尽可能多的使用流动负债 尽可能少的持有流动资产 所以大家会从我们风险的这个角度和回报的角度发现 为了降低风险 我们要尽可能多的持有营运资本 那么为了最大化我们的回报 我们要使我们的营运资本降到最低的一个水平 所以他们两者之间产生一个矛盾 好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营运资本管理 首先第一个 前面我们讲了营运资本管理的目标是 兼具盈利性和流动性 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盈利性和流动性又常常互相冲突 比如说当你想维持一个流动性的时候 你的盈利性通常会比较低 因为资金都占用在流动资产当中 能够带来的回报是比较少的 那另外一方面 如果说企业想维持一个较高的一个盈利性 那必然他要较少的将资金占用在流动资产这一块 从而又牺牲了流动性 所以however liquidity is needed 无论如何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流动性都是必备的 他要支付员工工资 他要支付供应商的这个货款 他要维持他的日常经营 所以流动性是必要的 所以从这个流动性的角度 我们常常说现金对于企业而言 相当于血液对于人而言 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cash被称作life blood of the company 那因此血液循环对于人来说很重要 现金流的一个健康状况 对于企业的经营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good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一个好的营运资本的管理 一定要既确保它的流动性是充分的 只有健康的一个现金流 才能确保企业正常的运转 与此同时 它还要让企业能够不断的盈利 获利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对于企业而言 营运资本的管理 它是要达到一个平衡 balance 这将是我们这一章的一个核心词 balance 既要尽可能的降低企业的破产风险 与此同时 还要使得企业的回报 企业的盈利性是最大化的 那么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就叫做好的营运资本的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评估和衡量 我们的营运资本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将带领大家学习两个方法 第一个 cash operating cycle 现金周转周期 第二个 liquidity ratios 流动性比率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 cash operating cycle 现金周转周期 那么既然这里面 它用到了一个cycle 然后周期 其实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整个这个企业 它的现金 从花出去 到收回来 这一个时间段 我们把它称之为 这个周期 所以来看一下这个定义 cash begins to be expanded 花出去的这一刻 到什么时候呢 on the production of a product and the collection of cash from customer 从花出去这一刻 到从客户这里收回来这一刻 中间这个时间段 我们把它称之为 cash operating cycle 那么cash operating cycle呢 还有几个其他的名字 我们给大家也列出来了 以防考试的时候 考官用一个变形的方法 来问道 你也不要觉得陌生 所以它也叫 working capital cycle 也叫trading cycle 也叫cash conversion cycle 这个我原来的企业 我们经常是用这个啊 叫ccc 我们具体来看一看 如何进行衡量 好 我们用这张图 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何来计算 operating cycle 首先 在这一天 我们去购买原材料 但大家都知道 我们购买原材料 采取的都是 奢购的方式 所以在这一天 我们是没有花出去钱的 那么在哪一天 才花出去钱呢 我们的应付账款 到期的这一天 我们向我们的供应商支付货款 所以在这一天里 我的钱是花出去了 那么随着我们购买了原材料之后呢 我们就展开了这个生产 把我们的原材料变成产成品 变成产成品了以后呢 我们会在这一天 卖给我们的客户 同样的 我们在发生销售的时候 也是一种设销的方式 在这一天我虽然把东西卖给了我的客户 但是我没有收到钱 什么时候收到钱呢 当我的应收账款到期的时候 我从客户这里收到钱了 OK 大家看到了 在这一天我们的钱花出去了 在这一天我们的钱收回来了 我们要求的 是不是从这一段到这一段的这个距离呢 那就非常清楚了 从这一段到这一段是我们的 Inventory Days 那么从这一段到这一段是我们的 Receivable Days 而这一段到这一段是我们的 Payable Days 如果说这三段都是已知的 如何去求这一段 从数据原理上 是不是我们的Inventory Days 这一段 加上我们的Receivable Days 这一段 减去我们Payable Days 这一段 是不是就得到了我们的营运资本的周转周期了 OK 画的 大家能看清楚吗 Operating Cycle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完整的计算过程和原理 所以这里面我们把公式也给大家列出来了 Operating Cycle等于Inventory Days 加上Receivable Days 减去Payable Days 好 这几个公式呢 我们在前面的课目已经学过很多次了 依然把它放在这里面 希望大家能够熟练的运用 我们如何去计算Inventory Days 计算Receivable Days 和我们的Payable Days 以及已知Balance要需求Days 大家又能够快速的熟练的将这个公式运用起来 好 我们来看一道例题 Operating Cycle Calculation 这里面做题大家注意 一定要先看题目的要求 要答考官所问的 Required Calculate the Working Capital Cycle 让我们计算营运资本的周转周期 好 来看一下题目给我们提供了哪些信息 给了一个Income Statement 有Sales 500千 有Gross Profit 100千 通过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我们的 Cost of Sales是多少 好 还给了一张资产负债表吧 Balance Sheet 有Current Assets 里面有Inventory 120千 Receivable 40千 给了一个Current Liability的Payable 60千 好 计算Working Capital Cycle是存货周转天数 加上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减去我们应付账款的周转天数 他要求的是天数 那如何得到天数 我们首先要知道各个Balance 以及我们的Cost of Sales和我们的Sales 有了这几个要素 我们是不是能够快速的算出天数 得到天数以后 很顺利的就能算出我们的Operating Cycle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按一下暂停键 自己先来算一下 一会儿再来跟我们的讲解进行核对 好 来看一下Solution 首先第一步 我们根据题目给我们的Sales和Gross Profit 得到Cost of Sales 500千减去100千 Cost of Sales是400千 那么第二步 计算我们的各个天数 由Balance推天数 Inventory Dates等于Inventory Balance 除以Cost of Sales乘以365天 得到它的天数是109.5天 Receivable Dates等于Receivable Balance 除以Sales乘以365 得到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29.2天 那么Payable Dates是等于Payable Balance 除以Cost of Sales乘以365 那么最后得到Payable Dates是54.75 我们把这三个数字整合到我们的公式当中 Working Capital Cycle 如果大家这个公式不熟悉的话 在做练习的时候 先把公式写一遍 写完了再把数字套到我们公式当中去进行整理 所以应收账款的天数29.2天 加上存货周转天数109.5天 减去应付账款的周转天数57.45 最后得到Operating Cycle是83.95天 非常简单 重点是在于大家能不能熟练的 从我们的Balance到我们的Dates进行计算 好我们来看一下 Implications of Operating Cycle 那么这里面提到了 对于一个财务经理而言 他日常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是维持我们的营运资本 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Maintain the Length of Operating Cycle 在什么样的水平呢 营运资本所占用的资金不能 Excessive 占用的资金过多了 会影响削弱企业的盈利性 可是占用的资金过少了 又会出现一个流动性问题 最终最差的结果 会将企业带入破产的经地 所以一定要是一个Balance 我们反复的提到 一定是要平衡均衡 In general The shorter the inventory days The better 那一般来说 我们不考虑其他要素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 由于存货是不带来任何回报的 因此存货所占用的资金 应该越少越好 所以呢 我们换成天数 大家注意 这个Balance和Dates 它是成正比的 当我们占用的资金越少 说明我们的周转天数就越短 我们认为存货周转天数是越短越好 我们说要将营运资本的周转周期 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那接下来我们将它的三个要素拆开来 进行看一看 首先看一下存货 一般而言 我们认为存货周转天数要越短越好 OK 那么为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持有存货是不能给我们带来回报的 所以在存货这一块所占用的资金量 我们要尽可能的少 所以这里面我们给出一个一般的这个结论 minimal inventory holding 如果一个企业的存货持有量 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我们认为这个企业的存货管理是做的比较好的 当然我们不能单纯或者孤立的来看一看 这个企业的存货管理是好还是坏 一般而言呢 我们会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对比 从而得出结论 这个存货管理是好还是坏 首先我们从一个纵向的这个角度 vertical 对比 大家知道 对比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纵向对比和一个横向对比 纵向对比是跟谁比 跟自己比 跟过去的自己比 所以是with prior year 好 横向比 那就是跟你的同行业竞争对手 跟你的行业平均值来进行一个对比 只有通过了横向或者纵向的这个对比 我们才能得出一个有意义的评价 到底这个企业它的存货管理做得好还是不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应收账款 与存货一样 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 我们希望是the shorter the better 越短越好 越短说明我们占用的资金量越少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应收账款是我们的客户免费占用我们资金的这样一种方式 那对于被别人占用的这个资金 我们一定是希望越早收回来越好 然而应收账款的这个管理 常常都会与我们的市场营销策略密不可分 比如说我们的市场营销部门想提高我们销售额的时候 他很可能会给我们的客户提供一个generous credit terms 我们的credit terms一个是时间 我们的应收账款天数 一个是我们的金额 那什么叫generous呢 给他一个较长的设销天数 给他一个较高的这个设销金额 那么大家想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策略促进了我们的销售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应收账款的天数变长了 我们的balance变多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将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 和我们应收账款结合在一起综合考量 达到一个较合理的水平 然后还有一个点我们要注意的应收账款的管理 应收账款管理好坏 我们还要去考量企业所处的行业是什么样的特性 比如说一家超市和一家建筑公司 他们处在不同的行业 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们放在一起 说应收账款天数短 我们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学校的小卖部 一个是一家建筑公司 大家来想一想 小卖部 如果平常你们去小卖部买东西 一般怎么付钱呀 当时付是不是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那么对于小卖部而言 它有没有应收账款天数呀 没有 它全部都是现付的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行业 它的应收账款天数是零 而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那如果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话 它首先要从国家那里 国家这里拿地 拿完地以后盖房子 把房子盖好了以后 它要把房子卖给买房的人 那么买房的人通常 大家想一般来说都是去银行贷款嘛 它是做一个分期付款的 那对于这个建筑公司而言 它的应收账款的这个天数就会比较长 那与我们这个零售业 与我们这个超市不能同日而言 那能不能说建筑公司 它的应收账款天数比较长 说明它的应收账款管理是比较差的 不可以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参考这个企业 它所在的这个行业性质是怎样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应付账款 Treat Payable呢 通常它对企业而言 是它最简单 也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短期资金来源 其实也就是我们免费占用供应商资金的一种方式 那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占便宜这个事我们会认为多多亦善啊 我们占用供应商资金的时间越长 资金量越大 我们认为越好 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No啊 一般来说 如果说你无限期拖欠对于供应商的这个付款 无限期的占用它的这个资金 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三加一的效果啊 我叫三加一 哪三个呢 供应商会采取三种不同的措施 一指的是Loss of Reputation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供应商会采取什么措施啊 Refuse to Supply 因为你老是拖欠别人的货款不支付 他可能未来不卖给你了 不给你做生意了 你是个老赖啊 这个商业信誉不好 第二个 如果供应商继续把这个货物卖给你 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限销 Cash Basis 不再奢销了 因为你的商业信誉不好 老是拖着不还款 他会采取这样一种Cash Basis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May Increase Price 你老是拖着我的钱欠着不还 那我缺少资金 我就得去银行借款 我去银行借款 我就要支付利息 那这个利息怎么办 我得让你帮我承担 那我就把卖给你的这个东西 把价格提高一点 把我的这个利息赚回来 所以May Increase Price in Future 那么这是供应商可能采取的三种行为 三加一 一指的是Loss of Reputation 你长期对你的供应商拖欠付款 我们说这个世界很大又很小 你在整个这个圈子里的名声就臭了 所以以后没有人愿意跟你打交道做生意 那即使有人跟你打交道做生意 给卖东西给你 他都会采取这样一种Cash Basis的方式 对于企业的未来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这是对于应付账款的管理 并不是多多益善越长越好 所以我们的财务经理通过去监控 我们日常的一个现金周转周期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是一个Macro View 他有一个宏观的角度去考量 企业的资源使用效率上是否是高效的 如果不是 我们要采取办法进行一个改进 好 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一些要素 会影响我们营运资本周转周期的长度 首先第一个 管理层的决策 什么决策呢 Liquidity vs Profitability Decision 到底管理层更侧重于我们的流动性 还是更倾向于盈利性 那么这将会决定我们的这个长度 比如说管理层特别注重我们的流动性 那么这个营运资本周转周期就会比较长 如果管理层侧重盈利性的话 那么这个周转周期将会比较短 这是第一个要素 第二个要素 管理层的效率 有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改进我们的各项营运资本的管理上 如果管理层非常的费心费力 非常的专注的话 我们可以提高这样的一个营运资本的使用效率 因此我们的天数就会下降 那如果说管理层比较懒惰 不愿意花费较多的这个时间精力在这个事情上 效率比较低下 那自然我们的周转周期就会比较长 好第三个是这个行业的性质 这个行业性质前面我们是不是举过这个超市和一家建筑公司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学校的这个超市 每周一的早上他们进货 有牛奶呀面包啊饼干等等 那你有没有发现你星期一的下午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发现 你很喜欢吃的一款面包早上刚进来就被人一抢而光了 所以通常而言 它的一个存货周转天数是比较短的 我们假设说学校这个超市 它的inventory days是七天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payable days 大家想一想 一般来说超市找它的供应商进货都是一个月一节 那我们假设它的payable days是30天 大家来看一下 receivable days是零 inventory days是七 payable days是三十 最后会得出来一个负的23 它的营运资本周转周期会是一个负数 我们来看一下 we tend to have a very low or negative cycle 它会是一个负数 因为它的这个行业性质决定了 它的周转周期是非常短的 they have very few credit 它基本上没有设销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另一个行业 如果说是一个construction company 一家建筑公司 它们的营运资本周转周期 通常都是比较长的 首先 它们的这个项目的 持续时间都是一个long term的 几个月几年 那么与此同时呢 它们从客户这里收款的一个进程 也都会是比较慢的 progress payment 都是比较长的 它的每一个要素 receivable days inventory days 和payable days 都很长 会导致它最终呈现的一个operating cycle 是一个long 所以那能不能说 construction company 它的周转周期很长 我们说它营运资本的周 它的营运资本管理是低效的 而我们的supermarket 它的operating cycle比较短 我们说它的营运资本管理是高效的 我们这两个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要比较只能在同行业里 与其他公司进行对比 或者与过去的自己进行对比 才能更好地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 对比资本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